各位好 我是林真真 我今天想继续上一次跟大家继续介绍 我99年8月所出版的这本 《超好用中国与日常生活绘画观光旅游篇》 这个出版社是统一出版社出版作者是 当然我林真真 这是我99年应同一的前社长陈莫松先生的邀请所写的 那因为我妈妈的娘家在日本 那我本身在台湾受教育 所以说就融合了这些经验 还有我对台湾的旅游地 还有就是夜市 还有中国料理的所知 那其实我也会做一些小厨艺 但是不到厨师级 所以就写了这本书 那这本书其实它命名虽然是这个命名 但是事实上这就是一本招待日本人的书 也可以说当作我们中国有在台湾有兴趣来做导游 然后的人或者你需要招待外宾的人 可以用这本来招待你的外宾 可以用这本中国与日常生活绘画来招待外宾 那我重新跟大家介绍这本书 因为有很多人说带日本人趴趴走 对不对 或者说带日本人旅游台湾 事实上我们这本书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对 好 现在呢请各位试听 统一出版社出版 我所著作的超好的中国与日常生活绘画 观光旅游篇当中的第六单元 我现在放各国料理料理的旁条法 还有就是各式料理的部分给各位试听 谢谢各位 sept 3 各国料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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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料理的烹调法 料理の調理法について 一蒸 蒸すこと 例えば西洋料理 二煮 煮ること 三炒 炒め料理 四炸 揚げ物 五 拌 和物 六炖 煮込 七 炉 香辛料を入れた汁に材料を入れて とろ火で味が染み込むまで煮込むこと 例えば豚の角煮 八 スープの中に水溶き片栗粉を入れたために とろみがついたスープを ガンと言います 例えば 鶴蜜蜂とろみスープ 各種料理 各種の料理についての紹介 一 台湾料理 台湾料理 一 炉肉 皮付きのひき肉の醤油に 二 飲食先科 陶器と牡蜂の炒め 三 瓜仔肉 きゅうりの漬物とひき肉の炒め 四 三杯鶏 鶏の土鍋煮込み 三杯というのはお酒一杯 ごま油一杯 醤油一杯 これらはこの料理を作るとき欠かせない調味料なので この料理は三杯鶏と名付けられています 五 各家小炒 千切りした豚肉とスルメイカとセリの炒め これは発火料理です 六 二 中華料理 中華料理 一 北京烤鴨 北京ダック 二 葱爆牛肉 ネギと牛肉の炒め 三 蚂蜜上栓 春雨とひき肉の醤油炒め 醤油の茶色の色がつけば 春雨は木の枝のように見え ひき肉の方はアリのように見えます ですからこの料理は 蚂蚁上栓 と名付けられています 四 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 豆腐のピリ辛炒め 五 蜜汁 火腿 ハムの蜜煮と 唐揚げにした湯葉と一緒に パンに挟んで食べる料理です 六 崩大 以上内容都收入在超好用中国語 日常生活绘画 观光旅游篇当中的第六单元 餐厅的单元 这当中的各种料理 就是有关于台湾料理跟中华料理 还有料理的烹调法 就在这个地方 Chapter 3的试听 请各位多多指教 谢谢 也欢迎各位招待外宾的时候 可以考虑采用我这本书 或者是直接买一本送给你们的外宾 让他方便自己玩 自己吃喝玩乐 谢谢 自学日文的时候也是非常好的一本书 谢谢各位 因为你们补充的生字也是非常的多 谢谢各位 请各位多多指教 欢迎各位采购 目前打七折 谢谢